用心的安排去準備今次的午宴 首先我們去到三樓的地方 有一個茶座的交流會 主任以至中聯辦都為我們準備了很多福建的茶 以至吃飯的過程主任也發表了他對立法會議員 以至對香港社會一些感受 我跟大家分享部分的內容 他特別是用到三個同心同向同行 來去跟我們互相勉勵 三個同心同向同行 其實就是要共同堅守一國兩制的寶貴初心 共同堅持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的正確方向 共同在維護香港和國家整體利益 謀求廣大市民最大福祉的道路上堅定潛行 我最感受心的是雖然今次泛民主派議員沒有出席 我相信他們沒有把握機會溝通 是會令到市民失望的 因為廣大市民是期望見到作為立法會議員 作為僑良是可以跟特區政府和中聯辦都保持溝通 將市民的意見反映 中聯辦主任也說到 中聯辦始終都是門常開 人常在 市常辦 我希望日後有更多機會 中聯辦主任以至不同的同事都可以繼續跟社會各界溝通 那我就先說到這裏看其他同事都說一說 好 請 你提到有幾個問題 關於售署的計劃 為政府的計劃 是否今天說出事要談? 我曾提出那些問題 我認為我的答案是 彭王和他的團隊都非常深刻的計劃 他們預計他們會跟我們提供 請你提到我們討論 之後 或者我講一講 我自己參與這個聚會 都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首先我覺得 中聯辦是費了很多心思 去安排這一次 和立法會議員的交易活動 在之前的酒會的交流裡面 還特別準備了一個很精緻的 介紹中聯辦和中聯辦的前身 就是香港新華社年代的一個展覽 是讓我們的議員同事 了解整個中聯辦在過去歷史上 和香港的關係上 起過作用 扮演角色 和做了工作 這個是對我們的同事 特別是年輕的同事 是非常有幫助的 另外一個 我覺得他強調了一點 就是這些交易活動 一方面是可以幫助 中央政府的官員 去了解到香港的民情 民意 亦都反過來 是令到我們的議員 是把握到很好的機會 和通過中聯辦官員的溝通 交流 是能夠了解到國家發展的方方面面 和國家的政策 這件事是非常之 對香港來說是非常之重要 剛才李慧琼也說了 就是同心同向同行 是希望寄予我們能夠 在這樣的前提下 議員也好 中聯辦也好 是一同為香港的居民 打造一個幸福的環境 和未來幸福的生活 好 我講幾句 我講一點輕鬆一點 因為剛才 衛琦提到 王主任請我們喝茶 在今天的五宴之前 有一段茶序的時間 王主任選擇了三種茶 鐵觀音、大紅袍和白茶 因為這些都是他家鄉福建的茶 其實摩住茶杯底 我們並非是風花雪 我們都講了一些實質的事情 譬如摩住茶杯底的時間 昨天有議員提出了大灣區 帶來的在金融業界的機會 特別提到保險業界 也有議員提出183天的港人稅問題 我在值間也提到 其實是年輕一代 都有很多很傑出的 在大灣區發展的成就 包括無人機 無人船的技術 現在衝出國際 我們是否應該做好 這一方面的宣傳教育 等到我們更多年輕人 願意亦懂得 怎樣去掌握大灣區的機遇 總的來說 我個人的感受 我覺得今天五言包括 前段時間的茶聚 是一個非常好的溝通機會 一個輕鬆一點的形式 其實大家都提到一些 是我們很關心的問題 對於錯失了這次溝通機會的 泛民議員主任 都還是保持很開放的態度 我們都很希望他們珍惜 是以後任何溝通的機會 我相信 多溝通少對抗 絕對是香港人的共同的願望 我補充我們吃飯的時候 雖然這次不是69個議員都一齊可以來到 但是在主任發言的時候 他都說了請我們轉達 向他那些未來的議員 向他轉達他致城的問候 所以他們不來 但是主任都沒有忘記他們 我相信大家希望能夠有日後 如果再有這些機會 每一個議員都應該要珍惜這個機會 讓我們可以當面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剛才同事都說了 我們有機會在茶醉的時候 都有不同的交流 我茶醉的時候 就和另一位負責大灣區規劃工作的 副主任仇雄一起坐 仇主任特別是說了 大灣區規劃裏面的內容 我們都向他說了 其實我們工聯會都有五個內地服務中心 在大灣區裏面 怎樣可以日後更好去發揮這個作用 令到在大灣區裏面 當政府要鼓勵 港人想去不想工作或者創業的時候 他們面對的生活問題 可以令到我們工聯會的內地服務中心 可以發展這個作用 我亦都向仇主任邀請 希望他有機會可以向我們的年輕人 或者是婦女團體 因為我和副主任都在一起 在重亂婦聯服務 我們希望可以令到我們的市民 多些認識 由他去介紹大灣區裏面的干擾內容 讓多些人認識和了解 Felix 黃主任也有提及過 中聯辦一直過往 都在服務香港 在去年 有超過三千個個案是關於訊訪的 而他收到三千個不同的電話 是要求中聯辦在國內幫助港人解決問題的情況的 另外也有去年安排了超過13萬個學生 去邀請他們回國內不同的地方去訪問 希望趁這些機會 讓香港年輕人學生 了解多些國家發展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一個好的 為香港市民服務的其中一個 一種渠道方法 所以我相信 希望大家未來都用不同的角度去瞭解中聯辦 尤其中聯辦 黃主任也說到明 中聯辦是開放給香港任何市民 更加開放給議會裏面任何一個議員 正如剛才李慧琦議員所說的 今天中聯辦 黃主任他們是傾朝而出 所有的副主任和相關的部長 都是來和我們立法會議員去交流和溝通 在前一段的茶會裏面 其實不單止黃主任和我們聊天 很多的副主任和部長 亦都是借這個機會 聽我們立法會議員的一些意見 我自己在聚餐的時候 我和黃主任提出 是否可以趁著今年的七十週年國慶 可以組織我們香港的各界人士 去到北京訪問考察 因為一個是國家的大事 亦都是我們今年國家改革開放四十週年 香港的人對於大灣區 對於長三角經濟大 都是非常熟悉 但是對於京津企的協同發展區 我們可能是比較陌生一點 所以是否可以借著這個考察 去看京津企這個國家發展的 一個重要的佈局 讓我們香港的市民 讓我們各界的人士 都能夠了解國家的發展 還有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們可以貢獻國家 和去參與這個地方的發展 這個就是我剛才和黃主任提的一個意見 黃主任也很好 他是要求相關的同事 去跟進的 我補充在這裡 還有其他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可以說 您說如何 您的主任 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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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交易協議不能開始 我希望他們尊重每個機會 在交易協議 這是一種忌憚的 他們不能來 因為基本上每個職業公司 都會來這次 我們會有機會交易 我們會把他們提出 特別是我們提出 關於昨天的環境環境 我沒有留意你講法外之地,在 speech 中不掌握 稍後我和中聯辦那邊都提過,我相信他會採納我的意見 他會發稿給大家,大家可以了解三個同心同向同行 當然是回應過去一年香港社會總體的發生變化 就不是單一事件,而是總體過去一年香港出現一些新的氣象 以至立法會裏面都教以往暢順,以至港獨的氣炎有所修煉等等的情況 而是提出的,好嗎?我們就去到這裏,好嗎? 謝謝,他會跟著我